其實導演他不是很 就是很 都一直常常是拍那種 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 對不對 那這部片來說的話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愛情故事 其實我倒不覺得 他最重要是愛情 我覺得他最重要還是講 日本人喜歡講 那種人情世故 我不要破梗 可是在電影裡面 其實這最後是一個姨婆 想要說的一個秘密 那這個秘密 其實在她心裡埋藏了這麼多年 應該將近埋藏了幾十年 那最後是透過書信 跟透過這個 這個算是孫子的 這個從他寫的東西裡面去挖掘 拼湊出來的這個秘密 那我覺得這個秘密 象徵的其實就是剛剛 我們一直提到這個歷史的 的一個背景在裡面 另外也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在講這個做女僕的 這件事 在這個電影裡面一開場 他其實就有一段 他在前一個人家 在一個老作家的家裡 這個打工 這個年輕的女僕 那那個老作家就告訴他一段他以前的 這個偷情的故事 然後是他的女僕 幫他把那個謊給圓了 那很有意思的是 他說其實這個女僕看起來 就沒有聲音 看起來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然後沒有存在感 可是其實這個女僕 才是家裡的重心 因為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那我覺得電影裡面很有意思 就是用這個女僕的角色 我覺得他其實在講的是這樣的一個精神 所以就是很日本人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而且淋漓盡致地發揮到任何一個部分 然後甚至有一點點的愧疚 或是有一點點的一個歉意 所以那個那個情懷會埋藏在心裡非常非常的久 那某個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他也是象徵上一個世代 因為在年輕人來說 這種東西幾乎是好像很輕 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電影裡面 對這個老太太來說 這卻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個情懷 那反而那個偷情在電影裡面 我覺得倒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偷情 你可以看一下日本人如何節制的偷情 在電影裡面 就是偷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穿著和服 然後這個去的時候 還要叫房東泡茶等等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激情 所以我倒不覺得這個電影裡面 主要是在講這個部分 他還是會看到一個很清楚的 這個日本的文化 跟這個時代背景的一個演技 所以我覺得人情還是這個電影裡最重要的 最迷人的一個地方 對 就是其實主仆之間的關係 也非常的迷人 就是松龍子跟他的就是女仆 就是黑木華所飾演 但是黑木華在柏林營展 也拿到的大獎 小圖跟鬼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這兩位女主角 女主角 女配角的演技 其實在我眼中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女主角 然後戲份也旗鼓相當 我其實沒有覺得松龍子 演的比較長 那我不知道這個柏林營的評審 是有什麼獨特的眼光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應該讓我們兩個一起得獎 那在電影裡面 其實他們兩個象徵的 從導演的選角 就很明顯的 黑木華是一個比較平凡的 一個小女孩 所以他演這個女僕 黑木華不是那種標準 長相的大美女 但是在這個我想在小說裡 或是電影裡的設定 這個女主人是一個超級大美女 就是誰看到她都會多看她兩眼 那個標準的日本美人 所以他找了松龍子來演 是非常合適的 那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這兩個女主角 一個是比較外放的 一個比較內斂的 當然一個是主人 一個是僕人 有一個相對之間的關係 那他們也從原來是這種互相扶持 跟非常好的情感 到最後有一點點的 算是衝突 或是有一點點的對立 其實我覺得兩個女演員 表現的都蠻精彩 其實不只他們兩個女演員 這個電影裡面的主要的演員 都很精彩 還有演這個姨婆 就是這個女僕的老老年的 這個非常千惠子 對還有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欺負木聰 還有演這個松龍子的情人 吉剛秀龍等等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日本演員 其實三天陽是一向 很會指導演員 在他的電影裡面 像以前這個公哲 李慧等等 很多演員都會憑 他的這個影片得獎 除了角色很生動之外 其實三天陽是非常會指導演員 演出這種自然的 然後會賺人熱淚的 這個角色跟作品 這次配樂的部分 就是他也是跟我們鼎鼎 大名的音樂大師九十讓合作 小圖哥幫我們說一下 配樂的部分 其實這個九十讓是應該是臺灣最熟悉的日本的電影配樂大師之一 那大家知道他合作過最多的包括宮崎駿的動畫 包括到風起都是他 然後另外一個系列 因為他也合作很多次的是北野舞 對 其實光看北野舞跟宮崎駿就知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路線 所以其實九十讓大師是一個range很寬的一個配樂家 那這次我覺得他是採取比較小的輕的方式在詮釋這個這個東京小屋的回憶 不像這個宮崎駿很多電影有飛翔的有時代的 所以有那種很磅礡的氣勢 這個電影裡面還好 我覺得他大概是畫龍點睛的在時代感上面幫助這個電影 補充的那個電影的一個背景 然後因為這個電影裡面 大部分還是一個比較抒情漸長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聽到很多的音樂是這樣子的一個幫襯 那九十讓其實是臺灣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個配樂大師 所以我覺得在看這部電影 除了欣賞這些演員的演技 然後看這個三田陽次這個大師 如何調度這樣的一個作品 或者是以小說來對照這個電影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這個大家很熟悉的九十讓的音樂 可以可以拿他來跟北野舞 或是宮崎駿的電影樂來比較一下 其實也有一些不同 看了導演這麼多年來的作品 有沒有對他有什麼期待呢 就是希望說他未來還會推出什麼樣子 我希望他能夠長壽的一直拍下去 其實我一直看他的電影 然後男人真命苦是我看的最少 因為在臺灣要找得到的不多 那我反而看過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幸福的黃手帕 我想這個很多 就是說你也是一樣年紀比較大的觀眾 或是前兩年在臺北電影節 有看到數位修復版的觀眾都知道 他也是根據那個老哥 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你要你的這個情人回來 你就在你的房子外面綁上黃手帕 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他其實一直講的都是這種很傳統的很有日本情懷的一個作品 不管是古代 不管是現代 那我覺得一直以來看他的電影 你就會覺得感受到日本人那種很溫暖的 或是說那種很有人情味的這個一面 那我覺得他的電影 雖然是老先生 但是他還是有很深厚的一個功力 其實臺灣一直很缺乏這樣拍的好的 通俗劇的電影 年輕的導演可以多多看這個三田陽次導演的作品 可以好好的磨練一下 不管是小圖哥剛剛說幸福的黃手帕 跟就是東京小屋的回憶 其實都是講很內斂 然後很美麗的愛情故事 都非常的吸引人 那小圖哥覺得東京小屋的回憶 適合什麼樣子的觀眾看嗎 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理論上 我覺得所有的觀眾都可以看了 那當然我覺得年紀稍微有一點的觀眾會特別有感觸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長的時代背景的電影 但我覺得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 因為他把這個欺負目衝 這樣的一個象徵 年輕人的角色放在這個電影裡面 所以我覺得即使年輕觀眾去看這個電影 他也可以以欺負目衝的眼光跟角度去切入這個電影 所以基本上大概每一次 這個三田陽次的電影 都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一個電影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 合家觀賞都可以的 那這個電影 我覺得當然成年的觀眾看 我覺得會特別有韻味 但我也覺得年輕的觀眾 可以去看看這個老先生講的愛情故事 或是老先生講的這個日本情懷 其實也別有一番風味 今天反正要感謝小圖哥 幫我們介紹東京小屋的回憶 謝謝小圖哥 謝謝